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通过了国民党总统初选的联署审核 但是今天国民党中常会却有常委吕学章联署提案 建议党内有胜选的人选分别是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进行对比式民调 来取前两名作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组合 洪秀柱对此作出回应 对我来讲是个警惕 也是个刺激但是是个激励 不是有首歌吗梅花吗 越冷越开花 所以不用怕 洪秀柱用梅花自诩 面对国民党传出可能启动防砖机制 让朱立伦王金平的A卡天王一起做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 除此之外还传出有中常委将提案 让民调跟征召制度同步进行 最好是这样最好是这样 因为食不我欲 你一慢了一慢了那个整个人的气势 党的气势民心之所向都会改变 那我们越慢推出我们的候选人对我们是不利的 对于平面媒体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 洪秀柱的党内支持率达到34.7% 破砖有望 洪秀柱说不以民调喜跟忧会继续努力 但党中央却只是没有联系办理证件会跟民调事成 党中央包括证件会等等都没有任何的动静的话 那么自立自强自己做 我自己想办法这个做自己的证件发表会 另外媒体报道阻止立法院长王金平参选 是由于总统马英九警议食人小组成员 食人名单里面就有洪副院长 我不清楚 你就有可能吗 我不清楚 被电路食人小组成员洪秀柱说匪夷所思 逆文赖世保也表示这个消息是子虚乌有 被点名的人纷纷否认 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也强调绝无此事 重申马总统从未干预国民党总统出选 新唐人雅的电视陈金江姚汉宇 唐曼特别报道